好饿啊好饿啊 发光的迪迦奥特曼肚子好饿啊 他来到了面包超人的披萨店 有这么多好吃的披萨 来选一个 迪迦奥特曼选择了面包超人的 要来烤披萨了 看一下披萨烤得怎么样 好神奇啊 卡路里掉出来了披萨 还有一个怪兽蛋 诶 这是什么呢 好像是一只小怪兽 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怪兽吗 太幸运了 吃披萨还有玩具送 迪迦奥特曼把小怪兽带在了手上 卡路还掉出来了一个变形蛋 这好像是一只怪兽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先把两边的脚张开 背后是怪兽的尾巴 怪兽的头藏在了肚子里 这只怪兽长满了锋利的獠牙 看起来好凶狠啊 美味的披萨也烤好了 来看一下 这是面包超人的西红柿火腿披萨 迪迦奥特曼肚子也饿了 迪迦奥特曼一口就把披萨吃掉了 好美味的披萨呀 吃完披萨的迪迦奥特曼变大了 我感觉全身充满了能量 智利的披萨太好吃了 迪迦奥特曼带上他的玩具 开开心心的回家啦 接下来还有谁来买披萨呢 是凯撒贝利亚 贝利亚被美味的披萨吸引过来了 他也选择了一个细菌小只的披萨 又来烤披萨了 来看一下烤得怎么样 不但掉出来了美味的披萨 还掉出来了好多玩具呀 这是什么玩具呢 好像是迷你的金鼓桥怪兽呢 把这个怪兽带在手上 下次可以召唤怪兽 一起来对付奥特曼呢 烤炉还掉出来了一个变形蛋 这好像也是一只怪兽 让我们来变形一下 这个怪兽的变形有点难 要把它分成好几块呢 最底下的这一块变形之后 是怪兽的脚 然后再把腰装上 接着是怪兽的身体 剩下是怪兽的头还有手 变形好了 原来是金鼓桥机器人 香喷喷的披萨也烤好了 哇 有鸡蛋还有火腿 看起来好美味啊 贝利亚肚子也饿了 好大的胃口啊 她一口就吃掉了整个披萨 贝利亚吃完披萨之后 变成了另外一个形态 今天吃到了美味的披萨 还买到了好多玩具 贝利亚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那你们知道 这是贝利亚的哪一个形态吗 在回家的路上 正好碰到了迪迦奥特曼 这不是迪迦奥特曼吗 我有新的怪兽 我们来怪兽大作战吧 好呀好呀 正好我也买了一只新的怪兽 怪兽的变形弹大作战 要开始了 迪迦奥特曼的怪兽 看起来好凶狠啊 一下子就把金骨桥给打倒了 金骨桥又张了起来 金骨桥发动了猛烈的反击 迪迦的怪兽便回到了怪兽弹 看来迪迦奥特曼 下次要派出更强大的怪兽才行啊 那这一次是贝利亚的金骨桥变形弹 获胜了 那今天的玩具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 记得给我们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